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现场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一个国际间震撼性的囚犯交换事件 美国总统乔拜登和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亲自迎接三名被俄罗斯释放的美国囚犯 这些人包括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 格什科维奇 前海军陆战队员保罗 惠兰 以及记者阿尔苏·库尔玛舍瓦 这次交换是自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 涉及多国协调和复杂的外交谈判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亲自迎接返回的八名俄罗斯囚犯 并承诺为他们颁发国家奖励 这一系列事件不仅标志着美俄关系的微妙变化 也引发了对未来国际人质危机的深思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近日美国总统乔拜登与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在马里兰州迎接了一架再有三名 从俄罗斯释放回国的美国公民的飞机 这些美国公民在俄罗斯被判处多年刑期 并在秘密的假审判中被关押于俄罗斯的刑事殖民地 这次历史性囚犯交换是近年来东西方关系的一大突破 尽管自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美俄关系一直处于冷战结束后的最低点 在这次囚犯交换中获释的美国人包括 华尔街日报、驻莫斯科记者艾文、格什科维奇 美国汽车零部件公司高管保罗、惠兰 以及美国资助的自由欧洲电台记者阿尔苏、库尔玛舍瓦 格什科维奇和惠兰分别因间谍罪被判处16年徒刑 而库尔玛舍瓦因散布虚假信息关于 俄罗斯军队而被判处6年半徒刑 美国政府一直坚称这些指控是虚假的 并将他们视为被错误拘留者 此次交换还包括《华盛顿邮报》撰稿人 和美籍记者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的释放 他因叛国罪在俄罗斯被判处25年监禁 虽然他的身份备受争议 但他的获释无疑是这次交换中的一大亮点 囚犯交换由土耳其协调 其情报机构在这次多国参与的复杂行动中 发挥了关键作用 根据协议 美国和德国的囚犯被带到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随后再返回各自的国家 据悉 所有获释者中包括8名俄罗斯人 他们分别在美国、德国、波兰、挪威和斯洛文尼亚被关押 具体的获释者名单中 还包括因在2019年百灵公园杀害前车臣激进分子 而被定罪的俄国杀手瓦迪姆·克拉西科夫 这次囚犯交换行动 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情感和政治的复杂性 埃文·格什科维奇的家人 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份声明 表达了对他的思念和迫切希望 见到他的心情 总编辑爱马 塔克称 这是一个欢乐的日子 并感谢了在格什科维奇沉默时 为其发声的所有人 与此同时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亲自到莫斯科机场迎接回国的俄罗斯囚犯 并表示他们将获得国家奖励 普京特别强调了 这些囚犯的归国对俄罗斯的重要性 并称他们在未来会得到更多的机会和奖励 前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维杰夫 更是表示 尽管叛国者应当在监狱中腐烂和死亡 但为了国家利益 还是应该让他们回国 此次囚犯交换行动的成功 离不开多国的合作和协调 美国盟友德国 波兰 挪威和斯洛文尼亚 在行动中提供了大力支持 美国总统拜登在一份声明中 感谢了这些国家 并称这次交换是一项外交壮举 拜登表示 这些获释者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和不确定性 他们的回归 标志着这段艰难历程的结束 囚犯们从土耳其安卡拉 飞行了大约10小时 之前还从莫斯科飞行了3小时45分钟 据内部消息 这趟飞行中有多名医护人员 一名心理学家 以及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 代表在内的美方官员陪同 这三名美国公民及其家人 将继续前往圣安东尼奥 在布鲁克路军医疗中心 进行医疗评估和必要的护理 这是美国错被拘留者回国后的标准程序 之前被释放的 WNBA球员布里特尼·格里纳 也曾接受过类似的安排 此外 这些归国者 还有机会参加国防部的批赛计划 隔离后支持活动 帮助他们重新适应回国后的生活 许多最近获释的美国错被拘留者 都选择了参与这个计划 以便更好地重新融入正常生活 此次囚犯交换的背后 是一场复杂而隐秘的外交行动 关键的转折点 出现在6月25日 当时一群美国中央情报局C.A.官员 在中东某个首都与俄罗斯对手 进行了秘密会谈 美方提出了一个 涉及两打囚犯的大型交换提议 这一提议最终推动了 这次历史性囚犯交换的实现 尽管这次交换引发了一些批评 认为这可能会激励未来的 劫持人质行为 并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压力 但华尔街日报 总编辑塔克在一封信中 呼吁消除俄罗斯和其他国家 追求这种行为的动机 他强调 尽管目前我们在庆祝艾文的回归 但必须防止这种恶性循环的发展 此次囚犯交换行动 不仅带来了被拘留者 及其家人的极大喜悦 也标志着一场 几乎完全在公众事业之外 进行的密集外交努力的成功 这场努力主要由间谍谈判 通过信实守地的秘密信息 确保了这次大规模的囚犯交换的顺利进行 并为未来的外交互动 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借鉴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美国总统乔拜登 最近迎接了三名被俄罗斯释放的美国囚犯回国 此时发生在一次重要的东西方囚犯交换之后 这三名美国人包括华尔街日报 驻莫斯科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 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保罗、惠兰 以及美国资助的自由欧洲电台记者 阿尔苏、库马舍瓦 这些人曾在俄罗斯经历了漫长的拘禁期 并被指控间谍罪和散布虚假信息等罪名 然而美国政府认为这些指控是虚假的 这次囚犯交换的背景极为复杂 涉及多个国家和大量的外交努力 尽管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美俄关系降到冷战以来的最低点 但这次交换仍然得以进行 这次囚犯交换由土耳其协调进行 美国和德国的囚犯 首先被带到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之后才返回各自的国家 除了美国、德国、波兰、挪威和斯洛文尼亚 也参与了这次囚犯交换 释放了多名被关押的俄罗斯人 此次囚犯交换的范围广泛 涉及至少24名被拘留者 其中包括8名俄罗斯人和16名来自西方国家的囚犯 俄方获释的人员中包括一些高级间谍和网络犯罪嫌疑人 如俄罗斯杀手瓦迪姆、克拉西科夫 以及多名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的俄罗斯情报人员 拜登在迎接回国囚犯的现场 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称这是一个外交壮举 他感谢包括德国、波兰、挪威和斯洛文尼亚 在内的美国盟友的合作 这些被释放的人在俄罗斯拘留期间 经历了艰难的条件 而他们的回归终于为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 带来了希望和欢乐 这次囚犯交换的幕后 涉及大量的秘密外交和情报活动 早在2023年6月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官员就在中东与俄罗斯对手 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议 提出了一个交换两打囚犯的建议 这个提议比双方之前考虑的任何交易 都更大、更复杂 但最终促成了这次成功的交换 整个过程中的谈判主要由间谍进行 甚至包括信使手地的秘密信息 尽管这次囚犯交换 给美国囚犯及其家人 带来了极大的喜悦 但也引发了一些批评声音 批评者认为这种交换 可能会激励未来的劫持人质行为 并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压力 美国政府和各大媒体 包括华尔街日报的总编辑 都认识到这一点 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 防止以无辜人作为棋子的恶性循环 总的来说 这次囚犯交换 标志着国际外交的一次重大突破 展现了即使在紧张的国际局势下 各国也能通过谈判和合作 达成重要协议 从而解救被错误拘留的公民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这次囚犯交换 是美国外交的一大胜利 拜登政府展示了坚定的承诺 不放弃任何一个美国公民 这样的行动 让所有美国人都感到骄傲和安全 哈哈 拜登的这个囚犯交换难道 不是在告诉全世界 绑架美国人 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这简直是在给那些不法分子 送上了邀请函啊 拜登政府的行动 其实是在展现美国的诚意 和强大的外交实力 看看历史上的例子 冷战时期的桥上交换同样成功 难道我们要因为害怕被绑架 就放弃救援无辜的美国公民吗 这可是21世纪 楚天书 这次交换不仅让那些背叛有罪的俄罗斯间谍 和杀手回到他们的国家 还可能让他们继续威胁全球安全 这可是把狐狸放回了鸡舍啊 但事实是这些被交换的囚犯已经不再对美国造成威胁了 相反通过交换美国公民回国 拜登展示了美国政府对其公民的承诺和保护 这样的举措会增强国内外的信心 这才是重要的 说得好听 但别忘了 这些交换回来的囚犯是犯了重罪的 他们的回归可能会助长俄罗斯间谍活动 甚至让其他国家趁机绑架更多美国人 换句话说 这是一笔划不来的交易 长远看只会让美国陷入更多麻烦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